好,我们谈谈另一个版块,谈谈教育股 因为之前就说禁止内地的小朋友补责 其实那些教育股跌幅挺大 不过过去两天,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是比较针对专上教育的 简单来说,目标就是去到2025年的时候 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建设 就是说到职业本科教育 类似香港的实际的科目 招生规模不大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一成 具体措施方面,包括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包括护理、家政、钢铁野金、化工医疗 等等的传统行业都会有提升和改造 文件特别提到就是鼓励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 去举办职业教育 有几个例如在内地科创板上市 开完教育或科德教育 其实过去两天都会上升的 这个板块也跌得挺残下的 Ravi 你又觉得这次文件出台后 你觉得对本港上市的教育股是否可以利好呢? 政策是否真的会转向呢? 当然啦 短期性利好一定有啦 你看过这两天A股的教育股 或者现在26分了 香港这边都对了盘了 你看到那些教育股其实全部都合成的 是 全部都成几这样升上来的 所以反映到短期一定有个利好 因为正如你所说 过去这几个月 我想最困扰的教育股 都是政策监管 就是刚才提到那些补习 大家又记得 比如看那些网上片段 好像这样倒档 是很夸张的 所以你说过去压缩得这么紧要 那你现在稍微地是政策 真的有一点稍微松开一些 或者是有利化一些 当然不是全部教育 但是有部分教育的行业 是能够松开一些 在气氛上说 大家一定是利好 所以今天有弹是很合理的 但是刚才你都问到最后一句 就是是不是等于政策转向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再忙 始终我都深信 就是内地虽然说过去这大半年 什么行业都管 什么行业都敢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目的 又不是想各个行业都弄死 因为你弄散某一个两个行业 真的没有得去认为 没有得去做的 其实伤害的都是经济发展 或者经济增长 所以我觉得 微主说真的想禁止整个行业不行 所以你禁止到这样一刻 监控这样一刻 你总是会有一点点松开一些 或者部分的一些调节 其实是过去都时有发生 所以我想有微主说 因为一下子 你今次鼓励一些所谓的在职教育 一些高度教育以外的教育的话 等于整个版块是没有了政策风险 可能也是针对不同的教育范畴 始终刚才说的就是 今次你也是鼓励一些在职教育 始终你去到在职教育 或者大家都变成了成年人了 你鼓励他去学多门手艺 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 再去继续培训 其实是一个增值自己的举动 但是刚才也有说到 比如过去几个月 禁得很厉害的 或者自己说小说 好像锦祷堂那样的 那些是比较是 就是补习 或者是中小学那些位置 那些始终你有额外性的开支 或者是影响着一些民生性的东西 一定是不鼓励的 再想要有点分开来看 但是当然短期的气氛上是比较利好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要选择教育股的话 都真的要看本身教育公司 或者教育股是做哪个范畴 譬如版面上这几个 就比较偏向多一些在职教育 那些职业培训 那些会是多一点的 特别是667 差不多全部收入都来自在职的 那你宗教或者是羽华都有大概五成 或者两三成是来自这一边 那这些会好一点的 但是如果你说是说到 譬如瑞建 枫叶这些 始终本身它们比较责重在一些 可能K11 K12 这些在中小学为主 又是住院为主 那些受害程度就可能未必说实际太多 是的 也要看第一它原本是做什么业务 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国家鼓励你转型 你的管理是否有能力去做那个业务 是否立即做到 是的 是否很快就能够到你转型后的业务 也要观察着 可能看一两季的数 刚才版面上看到就升得挺夸张的 就是宗教控股839 现在升了两成半 是的 就是羽华教育和新高教育 都升了一成七和一成八 那我们稍后再帮大家跟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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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